大家好,這個Video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比較專業的,一個蛇吞象反向收購RTO 預備定,這些是專業的,老實實 我讀MSC Finance,中文大學都沒得學 希望跟大家分享,盡力去理解 這些對你財企知識達躍進,如果你明白了 話說這宗交易是4月24日幾日前 有一間創仔,你知創仔根本不值錢 一間蚊營創仔居然出了通告用12億 12億去收購一間生物技術公司 在國內都很厲害,賺錢一年賺6000多萬 其實可能自己去上市都可以的,但時間比較久 複雜性要求高些,因為容易用間接 反向收購方式,其實最大的分別就是比較容易 因為不需要再賣股票,不需要再找公眾股東 所以就是這樣,我逐步解釋給大家聽 這間是一間蛇吞象 這間蛇吞象即是money這麼小的創仔 去收購一個項目,價值12億港幣 其實原意福是一個反向收購來的 一個reverse takeover 什麼意思呢? 項目賣方通過賣個項目給上市公司 變相成為上市公司的控制性大股東 等於逆向收購了上市公司 用項目換上市公司回來 當然原大股東 不需要沽到股票 他沒有收購的,通過沽股票 還有只剩下資稅那麼多在上市公司 那間公司再發達或做達的話 就通過剩下資稅那麼多上市公司去賺錢 但即時他會沽股票出街 我想他應該在收購文年沒有說他 是呀,沽股票沽了多少,但應該是傾點數 或是諸如此類的 也有理由相信那些股票未必是沽出街 因為你看下去就明白了,好嗎? 我們看一看了,就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叫8413 一間做物流公司 好像亞洲物流還是怎樣 就是亞洲雜貨, sorry 做雜貨公司來的 這間公司是怎樣的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已經變了新的了,8413 8413呢,就去收購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賣方,項目賣方 項目賣方,我轉顏色給大家看 項目賣方,就是拿著這個叫卡替生物技術 這個項目賣方,將項目賣給上市公司 OK? 上市公司就要不要轉呢 會給12億,consideration12億 給這個項目賣方 這12億不是給真金白銀的 而是用金融工具 第一個先給股票 即是上市公司會印一堆股票 這堆股票作價6億2千8百萬 怎樣印呢? 會印31.4億股的新股 每股作價2毫子 即是等於價值6億2千8百萬 還差5億7千2百萬 整張借據 整張欠單 說上市公司欠項目賣方 這張欠單,其實首次一張字都可以 因為正常不會收張這樣的欠單 但因為我說過是一個反量收購 項目賣方會變成上市公司的大股東 即是上市公司簽一張 欠單給個大股東應該不怕走 走都是自己走的 所以欠單的價值是5億7千2百萬 那些條件都很優惠的 即是息、比好少、分很多年還 不需要研究的 因為這是比較長遠的事情 Anyway,10億作價就是一張欠單 大概一半是欠單 一半是印新股票 中文consideration shares 代價發行 我覺得用英文好像好些 consideration in the form of股票 任股票去找數 我們繼續看下去 給點精神 收購前 即是賣項目之前 原大股東 就拿著51.9%股票 公眾持股48.1% 這間公司8413% 亞洲雜貨 收購完成後 就是項目買方面大股東 因為剛才說的31.4億股票 31.4億股票令到它變成 整間公司項目完成後 拿著73% 原大股東當然會被貪薄 因為多你這麼多股票 公眾持股亦都被貪薄 這裏我先講一講 這裏馬上有個問題 因為原大股東和項目賣方 在這裏進行逆向收購 對於公眾來講 它是一個connected party 變成一個connected party 持股是大於75% 公眾股東因為通過這個逆向收購 變成13% 就低於public flotation requirement 因為上次公司的要求 公眾持股至少25% 現在是少了12% 那12%怎樣去做呢 一定在connected party裏面 拿些股票賣出街 表面上要做到賣出街 老實如果你想股票乾的話 表面是賣出街 當然是不要賣出街 至少是under某程度的控制 但在上市條例規定 就是要賣出街的 賣多少%出街呢 要12% 因為13%加12%就25% 那這12%從哪裏出來呢 談好數了 原大股東做一個pricing down 將這些股票 舊股配售出街 配售12%出街 即是直至到它只剩2% 其實目的也是 在這個項目賣方 大股東的角度當然啦 我項目賣了給你 我這件事又似真做的 你老闆還拿這麼多%的話 到時給你玩謝 所以一定要求他 也要求他將12%配出去的 表面要配出公眾股東啦 但實際上我覺得 如果懂得做股票 不應該給公眾的 對不對 那 變成在這裏有indication 可能是有得炒 或是怎樣 但這個自己想啦 我覺得比較合理 是這樣看的 好,那這次看 怎樣的股份 用得財技的話 我們真的要看數字 最簡單的數字 我全部 summarize給你 但怎樣去做 indication呢 你一定要懂得看這些表 一定要知道拿多少股票啊 百分比多少 你只知道百分比不行的 你要知道拿多少股票 那些股票啦 沽出街可以賺多少錢啊 諸如此類你一定要懂的 我們看吧 交易完成前 大股東有602億股 602個million 6億 6.02億啊 佔51.9 公眾股東就59個million 佔48.1 最重要啦 就是啦 將項目注入上市公司之後呢 除了持有借據 借據不會在這裏反映啊 因為這裏只是反映股權而已 這裏看到股票很多了 31.4億股 原股東呢 都是602個million 你是3140個million 所以呢 通過這個 拿conservation share 經常啊 令到呢 在上市公司的持股 即刻由零 由零的嘛 之前啊 由零就變成73個百分c 公眾股東呢 被貪薄啦 去到由48點到13個百分c 低於公眾持股 所以呢 就要呢 大股東要求呢 這樣講了 pricing down pricing down呢 令到呢 表面公眾持股去25個百分c 大股東的pricing down 由14個百分c 剩下2個百分c 即是說 將來這間公司 哇 拆到飛天呢 你都是2個百分c 不會給你賺很多 都要預給你賺的 我想亦都這樣講啊 為何還肯 調到這單單一開始談 為何還肯 那麽順滩 學都不要啊 什麽什麽不要 除了pricing down的價錢 這2個百分c 都應該 起碼給他 有機會你這裏都賺到錢先的 好嗎 就是這樣 整個交易完成 項目放上去 項目方拿了幾多股票 到呢 為了滿足pricing fotation requirement 元大股東要pricing down 直至到呢 整個單就完成了 拿到雞水那麽多 這雞水那麽多 有機會都找到水 但是以後的事了 好嗎 即是學就沒有了 pricing down 那12%當然收錢 收多少呢 應該這個上次通告未講出來的 因為未做的pricing down 還要找underwriter 但雖然未做 我想一定的 條數都大概心裡有數的 因為沒有了 整間公司給了人的了 自己只是收這筆錢以外 拿著2% 就什麽都沒有了 沒得做上去公司主席 沒得做上去公司執董 什麽都沒有了 明白嗎 再看下去了 再看下去就是這樣 究竟這間公司當整個收購完成之後 收購了什麽東西呢 這裏看到了 都是勁東西來的 我們只看一個 它盈利都厲害的 先說什麽呢 2019年都做了一億五千萬生意的 profit都很厲害 勁東西好像高那些 賺668萬的 2019年 2018年都不錯的 有6500萬的 2017年就差點 五百多萬而已 即是連續有兩年呢 這個只夠上主板的了 三年盈利 兼已經超過五千萬 主板都上到的 所以這間公司都是厲害的 OK 資產淨值呢 有2.58億的 相對它的盈利的資產淨值是比較小的 因為這些老闆說的是生物技術 就是輕資產的生意 我們去看看 現在公司的市值是多少呢 剛剛檢查收市價五毛八 成現在有的股票 現在有的股票 市值當然小 六億七千三百萬而已 已經是由低位上來上了幾倍了 那些春光鴨應該也找到食了 但我想這些股票都乾了 看看 如果整宗交易完成 那些代價發行股票出光的話 假設都是今天市價 其實整間公司的市值已經立即去到二十五億 不要看這個市值以為 因為現在新股未出來 所以市值是低的 六千七三億 當新股印出來就升到二十五億 如果用二十五億市值 算回2019年的盈利 PE其實都不低了 38倍了 用這樣叫做逆向收購 變相上市這間公司的PE都是高的 究竟行不行 好,真的要看下去 在炒股票的角度 這隻東西起碼一完成都是偏向乾的 因為公眾持股13% 所謂公眾持股13%有多少是不是公眾呢 即是一定是乾過用正常途徑IPO去上市 好嗎 這個比較專業的分享到此為止 希望你繼續支持啦 訂閱啦 按鈴鐺啦 分享啦 和like我這個video 我希望在以後日子有機會 再從大家面對面的分享 好嗎 那就這樣先 拜拜